好 我們再走下 活蛋那就是開個玩笑 有沒有在討論 之後就做原子中年這個 有九則CP的原子中年 肯定也會大受歡迎的啦 陳寗就與邱鳳澤 為公益活動站台 被聞到平常是否會 為團員下廚 邱鳳澤自爆 之後嘗試你讓手作 給自己的團員吃之類的 如果是給小賴 我可能會下毒 所以還是不要 對 如果未來有時間的話 也可能可以 嘗試不同口味 我覺得都很有趣 所以你要為了廚藝好嗎 廚藝 就堪用 就是餓不死 然後東西還吃得下去 但我其實老實講 我也滿久沒下吃 不想吃過對方 就是想吃過嗎 有啊 我們在一個節目有 節目上有 他烤的魚很好吃 他該怎麼這樣吃 那個時候我記得 那個魚有點偏酸 但是整體 他做的 沒有 醬膠太多 這樣加太多 但是魚是新鮮的 因為要自己去補的 對 只能說09真的很用心 而日前邱鳳澤卸下主持棒 也公布未來規劃 我覺得第一優先現在就是 在籌備新專輯 就是我的那個重心 然後我現在就是 快要錄製完了 所以拍戲的事情 如果有的話 好像可能是明年的事情 或什麼的 但確實地因為有時候 疫情都一直在變動 但是我唯一可以 比較控制的是專輯 所以希望專輯 可以盡快跟大家見面 所以離開主持前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就比較多時間做瑜伽 這樣 瑜伽 不是 因為我最近是 做麵包 做麵包 然後 然後 對 就是充實自己 然後 對 希望大家快點衝上百萬 我們之前有 就是為電話故事站開 尤其上你最近的戲 很晚 你覺得有沒有 你堅持好像 其實我 我昨天也有問我 我就說我們再走下坡 但那就是開個玩笑 其實我們兩個團體的屬性 老實講也不太一樣 我們都是很欣賞 尤其是少年 不管是哪一個新戲的 對 我覺得就是歌迷的選擇 我們也不能控制他們 那我覺得我們自己 就是做好 該做好的作品 然後 然後把這些作品 推給大眾 沒有在討論 就做原子中年 這個 沒有 可是其實我們真的有 有想過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 這一切就交給命運 如果黨籍能夠的話 當然 我們當然是希望 因為 看到他們那麼有青春活力 我也會被感染 希望 現在有這個機會這樣子 你講到當年很久 年輕時候 講這樣怎麼好的 當年的自己 我現在還OK啊 年紀很久了 其實嚴格來說 我可能還比他們大十歲 十歲以上 但 這題就留在這吧 那不還是叫你哥哥吧 應該才叫風蛇哥 不是風蛇 叔叔嗎 怎麼講 不可能叔叔吧 叔叔太誇張了吧 沒有啦 沒有什麼歌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起玩音樂 我自己是這麼想 那小記者就先在這幫大家敲碗 吳金晴和冤子少年的合作囉 完全樂 陳天玉採訪報導 古靜尚 追趕你啦 好 牙齒 去菜字幕